顺着玄关 我们右手边一转进来的整个墙面呢 应该算是客厅的范围 也是电视主墙的部分 不过我还蛮好奇的就是 在极简乐活的空间当中 屋主喜欢的一些建材也都用到 但是镜面这个东西我还蛮讶异的 因为Joey她真的也很喜欢镜子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路门这里 右转进来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排的收纳柜 那收纳柜的门片 我们当然就是用镜子来做的 而且你有发现吗 我们在做门片的时候都没有把手 对 对 所以这样子就是比较 合乎一些自然啊沉浸这样子的风格 所以我们不会有那些琐碎的把手出现 所以她这个开门的方法应该是 按压式的 按压式的对不对 对 所以里面可以摆一些东西 对 我刚刚看了一下另外那边的柜子打开 我好惊讶 我知道他们做的是服饰 但是我知道是那种时下流行的那种给女生穿的衣服 可是我没有想到说他们家的狗狗也有一整柜的衣服 对啊 就是在狗狗也要出门的时候 要换衣服的时候就在这边穿 还有她的那个每天带着不同的那个项链的部分 对 这个还蛮有趣的 OK那其实转讲过来这片的这个镜片面的收纳柜跟她的电视主墙 它是一整个串联过去的 就是因为屋主她很喜欢自然很沉浸这样子的风格 所以我们的电视主墙我们也不会再加很多繁复的材质 所以我们就是让她整个就是喷漆都是白色这样做 为了她凸显她的白色我们在上面有打光 然后下面也有 然后下面再跟那个台面结合的地方 那个一个落差的空间我们就用茶镜来做 没有用明镜用茶镜对不对 对这样会比较柔和一点 它也可以反射一些这边底下的空间 OK接着下来要看到就是Joy屋主最喜欢的 所谓的清水膜把它放在电视主墙台面的部分了 对这里就真的是做了清水膜 就是我们真的有做板膜 然后再做灌浆 灌了浆以后等它整个都干了以后 我们再上一层保护器 因为在台面一定要做保护器 是因为我们都有可能会放到杯子 也会有落成 也不好整理 所以我们再上了一层保护器以后 以后都比较好整理 如果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还在质疑说 如果家里有一整片大面的水泥 清水膜的墙面 你有点害怕不知道出来的效果是什么 我想看到我们身后今天这样的设计 你应该会很大胆放心的去尝试 你喜欢的感觉了 对 因为这个沙发家具是 屋主他们早就已经买好了 那他之前也跟我们提到说 他想要有一个清水膜的墙面 只是说在哪一道墙它都无所谓 只要有就可以了 对 所以既然他已经买了这个沙发 那我们就觉得说在沙发的后面 来做清水膜的感觉是非常适合的 它跟刚刚电视主乔那个台面不一样 因为它并没有上所谓的漆面的部分 对 不用 因为它毕竟是垂直面 它不容易会有落成的问题 再来它不用伤气是也比较自然 而且上面它会有一些军裂的裂纹 还有一些抹水泥所有的抹痕 我觉得那个才是最好看的地方 对啊 所以我们让它在这一道墙 然后再转过来就是延伸到那个厨房旁边这一道墙 这一道我们看过去的墙面 其实它隐藏了两个空间的门片对不对 对 一个是厨房 去厨房的门片 一个大的轨道门 再来就是主卧室的轨道门 其实它的设计的概念 跟我们刚刚在玄关看到概念是一样的 对 我们都是用一个轨道的方式 就是当我要进去厨房的时候 把轨道门打开的时候呢 它就是书柜的门片了 那当我要进去主卧室的时候 我打开主卧室的门片 它也可以变成是书柜的门片 不过我想问宇芝的是 其实门片这么大 但是它其实吹起来一点都不费力 而且我还觉得很顺手 对啊 我刚刚有强调说 我们这边的门片都没有看到把手 对 所以我们就是使用铁键的方式 我在门片的两边 我做了沟槽 然后在锁上那个扁铁 这样就可以当它的把手了 而且很自然 OK 所以它的载重量也很好 够啊 这没问题 我顺带一提 Joy跟我聊天有说到 因为他们家有养三只狗狗吗 自从换了这样子的横向推拉门之后 对 它都可以自己开门 对不对 所以它不用在睡觉的时候 被狗狗那个抓门的声音吵起来 或是被狗狗这样子踩头发 踩肚子叫它起床开门 他们现在自己不管上厕所或进房间 推拉门 对啊 它们会自己开 意外的好处 意外的好处 所以家里有洋宠物的是可以考虑一下 用这种搭片的推拉门